硬核诗人师 我是你的软能买狗 韩玉童年凄惨 从小就是个孤儿 纵然她天资聪颖 刻苦读书 也才在28岁时 公务员乱胜 但她还是在忙碌的学习中 遇见了一生的爱如是 姑娘你好 我这有个恋爱 想和你谈谈 韩玉一生敢做敢当 是个不怕死的硬核诗人 生死看败 不服就干 但在卢诗面前的她 却两个软能乱狗 老婆亲切 老婆抱抱 老婆几个呗 并且是韩玉尊处碰壁 求活没路的时候 也是因为有卢诗的存在 给了她莫大的安慰和静心 卢诗给韩玉灰暗的生活 带了个阳光 而她也给了卢诗所有的安全感